台灣跟日本共同製作的電影 夢名之度 由日本的演員 七夫木聰跟風川月司 以及台灣的劉星謝新營來主演 日本的導演扮演喜紅 選在台灣的花蓮來拍攝 包括台灣的小姐大 鐵皮柱頂頂都有入境 導演說 我們台灣出名世界的導演 侯孝賢就是他的偶像 這個導演說他拍拚的風格 就是有到侯孝賢很大的影響 日本演員 七夫木聰 風川月司 在電影夢名之度裡面 拔歐島人士 糟糕台灣 在花蓮 在華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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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這個導演 拔得悲鴻 很崇拜國際民導演 何孝賢 又因為他 打入電影 其實電影有很多的 當華蓮的美景都收入去 又加入元住民的營養 缺乎莫聰 第四次來台灣 卻是第一次去華蓮 台湾的好處 在華蓮 第一次去華蓮 風川月司 在電影中 第一次 鐵飛吃便 兩宮 國際 翹腳吃 路邊 打 換 歐島的 角色 竟然說 他想要想要做的 事情是這間 導演人類 台灣跟日本 都是海土國家 有美酒的地方 真正 打電影 竟然有感覺 也將台灣的 風土民情 透過電影 推向國際